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强调2021年财政预算案非常重要 让政府得以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 特别是B40和M40群体 他指出在国家面对新冠疫情危机的当儿 国会议员支持裁案的立场 十分符合国家元首的呼吁 但斯里姆尤丁在其官方脸书专页上发表声明时 感激所有支持裁案的国阵 沙拉越政党联盟 沙巴团结党以及国盟的国会议员 并希望所有的国会议员能够继续给予人民及国家最好的服务 他也恭贺财政部长 东姑扎夫鲁以及财政部 他说他们从准备财政预算案至财政预算案获得通过的过程中 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同时随着财政预算案获得通过 他也感激人民为财政预算案祈祷 并指出 预算案可以确保人民的生活及福祉 获得照顾 2021年财政预算案是于昨天在111票支持 以及108票反对的情况下获得通过 与此同时 在关闭疫情依然笼罩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国政府现阶段没有打算重新落实消费税GST 财政部长东姑赛夫鲁强调 国民政府现在的专注力释放在对抗疫情 保护人民以及支持商业活动上以推动经济复苏 东姑赛夫鲁昨天以书写的方式 这么回复私务区国会议员林财要的提问 无论如何 他表示政府正在研究 并征求各方有关消费税可行性的意见 同时也考虑各方面包括销售和服务税 以及之前消费税的缺点 他说 有关研究也包括探讨对社会经济 生活水平 物价所带来的影响 以及应对黑市经济的能力 无论是改良或是全新推出的任何税收制度 都必须是容易管理 而且不会增加业务成本 并且可以加强国家的财政状况 如果你经常闯红灯 那可要留意这则新闻了 警方从昨天开始到本月31号 会在全国展开闯红灯取缔行动 一旦最成可以被罚款不超过2000令吉 或坐牢不超过6个月 武吉安曼交通调查及执法部总监 拿渡阿兹斯万发文告指出 警方是基于不少道路使用者 尤其是摩托车骑士经常闯红灯 导致很大可能发生车祸 因此才会展开这项取缔行动 对于擅闯红灯者 警方将会援引1959年道路交通规则 第17条文被控上庭 一旦罪名成立 可以被罚款不超过2000令吉 或坐牢不超过6个月 他表示 为了避免道路使用者 包括送货员和送餐员在内的摩托骑士 擅闯红灯 警方在行动展开期间也会给予劝告 并教育他们遵守交通规则 根据警方的数据检视 警方去年一共发出69267张的交通罚单 给闯红灯的驾驶人士 当中以摩托骑士最多达到32000多张 接下来是轿车司机 有28900多张的罚单 另外 从今年1月到11月 警方则开出了5万多张的闯红灯罚单 当中还是以摩托骑士居多 我国一代传奇人物 皇家教授温顾阿多阿兹的离世 让首相穆尤丁惋惜不已 温顾阿多阿兹的精神将会长留在全马人民的心中 但私里穆尤丁为我国一代传奇教育与经济界人物 温顾阿多阿兹的离世感到非常的难过 并在他的个人脸书专页上发文致哀 慕尤丁表示 温顾阿多阿兹是一位经济奇才 并为宗教 种族及国家发展 如帮助应对乡区贫穷的问题上 贡献了许多良好的点资 温顾阿多阿兹也是马来亚大学的首位大马级校长 并从1968年开始担任这个职位长达20年之久 在温顾阿多阿兹的领导之下 理科预科中心获得设立 并培养了无数地方上的专业人才 比如医生等 享年98岁的温顾阿多阿兹 适于昨天下午4时 在太子格医院与世长辞 并在晚上9时30分 长眠敦一丝卖医生花言的清真寺 温顾阿多阿兹在强化人民经济上的付出是显著的 除了成立朝圣基金会外 他也担任马来西亚合作社组织主席一职 长达40年之久 即从1971年至2009年 温顾阿多阿兹在1978年时 被授予皇家教授的头衔 同时他也获得超过了十所大学的荣誉学位 包括了法国艺术与文学勋章等等 欢迎回来继续带你看新闻 有聘请外籍劳工的雇主要注意了 国防部高级部长 纳都斯里伊斯迈·沙比利表示 政府已经寻求总检察署的法律意见 以采取适当的法律行动 对付任何拒绝为外籍劳工进行冠病检测的雇主 国防部高级部长 纳都斯里伊斯迈·沙比利 在一项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尽管目前多数的确诊病例都是涉及外籍劳工 但是还有一些顽固的雇主不愿配合 为他们所拼雇的外籍劳工进行冠病检测 因此政府别无选择 唯有探讨现有的法律 对这些雇主采取对付行动 据了解 政府自本月1号强制所有的外籍劳工 必须接受冠病检测后 截至目前大约有17000名外籍劳工已经完成检测 其中有550人确诊 伊斯迈·沙比利透露 共有663家工厂和652家诊所 已经完成检测程序 另外我国通讯及多媒体部 将致力于支持所有协助强化那些 深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 本地创业领域的动力和倡议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纳都塞福丁 拉萨网络剧场推展理上 卢氏表示 国际新闻方面 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下个月派专家小组 到中国调查新冠病毒起源 成员之一的德国生物学家伦德茨表示 这次的行程是筛查中国的样本和医疗数据 为下一次可能出现的疫情做好准备 并强调不是要找出罪魁祸首 另外英国因为出现变种病毒 而导致疫情恶化 英国政府决定将防疫措施 上调到最高的第三级别 这对希望赶在圣诞节期间 吸引更多顾客的商家们来说 无疑是一大打击 伦德茨接受美联社访问的时候指出 世界卫生组织成立的使人专家小组 已经和中国专家磋商计划下个月启程 第一站可能是率先爆发疫情的武汉 到目前还没有确定详细的行程 他透露团队会检视第一宗 确诊个案出现前的医学样本 了解是否更早就有新冠病毒传播 而且还有另外一对小组 会到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调查 他强调这次的任务不是要找出罪魁祸首 而是要了解疫情的起源 以及减低未来再度爆发疫情的风险 与此同时 他也预计整个调查行程需要四到五个星期 等到行程结束之后就会撰写报告 接着把镜头转到英国 由于英国最近正式出现变种病毒 英国政府为了控制疫情 唯有将防疫措施上调到最高的第三级别 这对希望敢在圣诞节期间吸引更多顾客上门的商家们而言 无疑是一大打击 根据第三级别的防疫措施 所有聚宴酒吧和餐厅都必须关闭 食品店只能提供外卖服务 民众也不能参加非家庭成员的社交活动 而在户外的公共场所的聚会人数最多是六个人 英国卫生部长汉考克警告 首都伦敦的每日确诊病例和住院病例都急剧上升 因此上调防疫措施到最高级别是无可避免的 这是为了保护人们的健康 而且证据也显示 尽早采取行动可以防止日后面对更严重和长期的问题 菲律宾今早不平静 当地时间早上7点22分 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发生了5点9级的地震 庆幸没有人伤亡 根据大马气象局所发布的文告 发生地震的地点距离科罗纳达尔市158公里之远 庆幸的是 我国并无因为这一场地震而发出海啸警告 另一方面 根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声明 这一次的地震震中位于棉兰老岛的萨兰加尼省 初步判断可能还会发生余震 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的菲律宾 频频发生地震 而且根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统计 该国每年都会有100至150次的有感地震发生 叫人感到非常的担忧 感谢收看这节的热报 祝您平安喜乐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